目前在说的 ProDuo Myvi 是从 2017 年的年尾发布一直持续到至今 如果根据以前 ProDuo 的步伐 这款车的第四代应该即将发布了 而刚刚好在最近我们就获得了一些独家的消息 显示这个第四代的 ProDuo Myvi 正在开发中 而且很快就会跟我们见面 那关于 ProDuo Myvi 有什么特点呢?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会跟大家讲一讲这一款新车啦 在影片开始之前就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还不知道 BHPetro E-Card App 是什么吗? 那么现在就不要错过了解了 只需要现在下载 BHPetro E-Card App 然后注册用户 在你每一次添油的时候都可以累积积分 在这里拥有各种高价值的丰富物品等待你来兑换 其中就包括了智能手表、电子产品还有厨房用具 另外你也可以用这个积分来换取打油的优惠券 BHPetro 的机油还有BHPetro Mark 的独家商品 还有还有在注册用户的时候记得输入我们的推荐码 BHP X Automatic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额外的100积分 BHPetro The Right Choice 初代的 Myvi 从2005年发布至今 它的全马来西亚或者是讲全世界的累积销量 接近200万台 可以说是一款非常成功的车型 而在第三代的车型 原厂更是采用了自己开发的形式推出了这款车 因此全世界范围只有马来西亚跟少数的市场有这一款车 它虽然是采用打瓦数平台 但是从设计到研发 甚至是到它的撞击测试 都是Pro2自己进行 那么在第四代的 Myvi 上面会有什么惊喜呢? 首先我们从之前的本地网络媒体爆料获得消息指出 这个全新一代的 Myvi 它的开发代号是 D01D 也就是讲这一款车会以这个 Daihatsu 的平台开发 其实也不奇怪了对不对? 但是根据更确切的消息指出 这款车会采用 DNGA B 的平台打造 也就是讲跟现在的 Velos, Elza 跟 Vios 同一个平台 估计它的轴距会在 2500mm 到 2600mm 之间 因为目前的 Pro2 Asia 轴距已经达到了 2520mm 所以如果这个 Myvi 太小的话 它的这个地位就会被 Asia 所取代 因为采用 DNGA 平台开发的关系 这款车会主打它的操控跟安全表现 虽然讲目前 Daihatsu 深受这个撞击测试造假的风波影响 但是因为 Myvi 是全新一代的车型 所以它的测试并不会受到之前的影响 所以关于这款车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相信的 另外根据日本媒体的爆料 这款车的原型车也就是 Daihatsu Park Soul 你没有听错 新一代的 Myvi 又变成了 Daihatsu Park Soul 的这个姐妹车型 会在 2024 年的秋季发布 也就是讲它会非常符合本地预计发布的时间 也就是 2025 年的第一季 虽然说在外观设计的部分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它会有几个特点 就是它会采用更为先进的这个 ASA 系统 我们都知道 ASA 是通过前面的双立体雷达来进行侦测 但是因为双立体雷达的设计关系 所以可能在下雨天或者大雾天 这个系统会暂时失去功能 因此呢 GC Pro都会在新一代的车型上面 采用雷达方式的 ASA 使用超音波雷达它可以进行一个更为精准的测试 而目前呢根据 FANTASICO 的消息报道 PRODUO 已经在本地测试具备的 这个超音波雷达的 ATAS 系统 所以我相信最快呢 我们可以在今年的 ATIVA 小改款 最迟我们会在明年的 PRODUO MI-V 大改款看到这个全新的系统 相信以 PRODUO 一直以来的作风呢 这一个 MI-V 上面的安全系统呢 应该会非常的齐全 包括了这个 DICE STOP & GO 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远近光灯 自动调节 车道维持系统 自动紧急刹车 前方撞击引擎等等等等的功能 都会在这两者上面看到 配备的部分就不需要担心了 至于在引擎的部分呢 大家应该会担心 会不会还是采用一样的1.5公升自然进行引擎 我觉得可能性会有 但是更大的可能性呢 它会被更新一代的引擎所取代 因为根据日本媒体报导呢 在2024年秋季发布的全新一代PRODUO上面呢 打卡数会采用全新开发的1.0T GDI引擎 那么这具引擎跟之前 ATIVA 上面采用的引擎有什么差别呢? ATIVA 上面的引擎呢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入门的引擎 它并没有钢类子奔技术 它采用的是MPI Turbo 所以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只有98PS 峰值扭力表现140Nm左右 而根据日本媒体爆料呢 这个全新一代的1.0T GDI引擎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110PS 但是它的峰值扭力表现则是达到了196Nm 如果我们只看扭力数据呢 这个扭力基本上已经媲美了 这个2.0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而根据日本的媒体消息呢 未来这个1.5公升的DUO VTI自然进行引擎 也会被这个1.0T GDI引擎所取代 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全新一代的MIVI呢 会采用这个新的引擎 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 因为大家从第一代MIVI到第二代MIVI到第三代MIVI 你都可以看到呢 MIVI是PRODUO采用全新技术的车款 像是第三代的MIVI呢 它就是PRODUO首款搭载SS系统的车型 所以如果PRODUO在第四代的MIVI也采用新的引擎 也不奇怪啦 另外根据PRODUO的战略呢 它们也有可能在新一代的MIVI上面呢 采用这个1.5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来满足本地市场电气化的需求 所谓冰马卫动粮草先行 根据我们的独家消息呢 目前PRODUO已经向各大的供应商 包括轮胎包括一些部件 下达了这个D01D MIVI的订单 而这款车的预计发布时间会在2025年的第一季 也就是讲我们还有剩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就可以看到全新一代的MIVI登场 鉴于目前MIVI的订单还是非常的恐怖 等车就想要等6个月 所以我们相信呢 这个新款MIVI一发布之后呢 肯定是一款大爆特爆的车款 诶 Bro 你在看什么东西哦 我在看这个BH Petrol E-Port可以换什么物品哦 你看 有吹风筒 有吸尘机 有厨房用机 还有智能手机 然后你还可以用积分换取打油优惠券 BH Petrol 的引擎油 还有BH Petrol More 的服务条商品 什么都有 这样好的 打油打风 或者在BH Petrol Mark 消费就可以换东西 哪里看咯 要会员费的嘛 很简单 不用申请不用会员费 你只需要在Apple Store或者Play Store下载 BH Petrol E-Card App 注册用户就能在你每次打油的时候累计积分 各种丰富物品等着你去兑换 在BH Petrol E-Card App 你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积分和兑换物品 除此之外 最新的优惠和油价更动 也能在第一时间里面在App看到 还有还有 不要忘记注册用户的时候 输入我们的推荐码 BH P X Automate 就能获得额外的100积分咯 赶快下载BH Petrol E-Card App 注册用户收集积分 兑换你想要的东西吧 哇 这个智能手机我想要很久了 哇 现在我们马上下载了 还等什么 现在就把它下载起来吧 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 事实上 在去年东京车展期间 ProDo的高层就有向我们暗示 全新一代的Myvi 确实正在开发中 所以呢 空穴来风 未必无垠 所以我们相信 2025 年的第一个季度 我们就会看到全新一代的Myvi登场 那么各位会期待这个有涡轮 或者是有混合动力的Myvi吗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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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